深夜的计程车才刚行驶到路口 一阵轰然巨响 一辆白色轿车瞬间整辆腾空甩飞过来 计程车前挡风剥离顿时破碎 方便动作仔细看 原来逆向即驶而来这辆白车就在路口处 因为闯红灯 突然遭绿灯执行的黑车直接拦腰撞击 白车因此整个被撞飞 甩向对向计程车 后车轮因此重击挡风剥离 短短三秒时间却已经让车内的计程车驾驶 吓到红灰破散 车货现场惨不忍睹 从大楼往下拍 计程车停在原地 但引擎盖部分已经被撞变 而白车轿车则是撞上大楼梁柱后停下 还波及一辆停在7楼下的轿车 至于撞击白车的轿车下场最凄惨 撞上大楼梁柱还因此翻车四脚朝天 警方获报后赶抵现场 这起车祸就发生在桃园 10号的凌晨 索性整起车祸只有一人受到轻伤 然而再看看这样的画面 白车因为一时摊快闯红灯 最后却连累其他辆车 害人害己 这次命大只有车损 下一回没有人可以保证 借助智产言敬语 待会儿